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ECON 他在之前这边的时候就突破了这个筹码主力线 跟这个POC 然后再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肯定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让这位股友呢就买在0.20他就问现在怎么办 说他应该是买在200天均线突破的时候 现在呢他今天就不是很漂亮出现了一个常商引线 但是我哥认为呢他正在 被这个筹码风的最高价挡住 这个就是刚刚好是0.23左右 收盘价是0.225相差半分钱 我哥认为如果他有能力突破这个0.225 这个你就不要轻易的买入 因为你可以看到顶上是没有什么套牢盘的 而这个整个是支撑盘 我一担心的就是说之前这边赚钱朋友呢 会开始卖掉他套力 这个就是要担心的地方 成交量也是蛮多 这个蓝色线已经移上去了 代表呢 其实不是很漂亮啦老实讲 虽然他是上升中 我哥认为呢 如果他才是只要他才是青色蜡烛就守住 只要他有一天这一两天又变成红色蜡烛 这个你可能要开始套力了 然后记得啊 红色蜡烛出现红色蜡烛就要卖掉哈 出现青色蜡烛就继续守住 上升中再买卖了 虽然他已经是靠近这个阻率线 但是也是很大机会突破上去了 突破上去 因为顶上的套牢盘是非常少的 他现在顶的就是这个赚钱的卖压 泡力卖压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